1950年12月31日 为打破美国先停火 后谈判的阴谋 彭老总发动了第三次战役 经过七天的激战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 最终解放了汉城 守住了三八线 赢得了举世震惊 大盛之际 苏联与北朝鲜方面要求乘胜追击 可彭老总在看到李其微留下的礼物后 却选择放弃追击 原地驻胜 苏联顾问对此很不理解 甚至直接向斯大林告状 可谁知斯大林直接回了一句 一切听彭德怀的指挥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彭老总为什么会选择在原地驻守呢 新来的朋友们记得点击关注 既方便浏览往期内容 又可以观看最新的视频分享 熟悉抗美援朝战争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 美军在与志愿军作战的过程中 曾经多次换家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 就是麦克阿瑟和李其微 前者有着熊狮的绰号 而后者则被人称为豺狼 说麦克阿瑟是熊狮 主要是因为这个人打起仗来大开大和 在统领联合国军加入朝鲜战争的过程中 麦克阿瑟追求的是酣畅淋漓的胜利 也正因如此 他才会发动所谓的圣诞节攻势 虽然他最终失败了 本人也在耻辱中下台 但从策略上看 麦克阿瑟主张的大进攻策略 其实并无问题 另外 在麦克阿瑟的身上 还一直披着一身荣耀光环 作为一个17岁参军 19岁便成为了联邦军队中 最年轻上校的娃娃上校 麦克阿瑟的经历是富有传奇色彩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争中 麦克阿瑟更是凭借自己卓越的表现 彻底战上了世界舞台 所以在麦克阿瑟率领联合国军进入朝鲜的时候 美国人实际上是对他抱有很大期望 然而 麦克阿瑟是注定要失败 也位于彭劳总相比 麦克阿瑟更像是一个政客 指挥能力上的差距 使得麦克阿瑟一败再败 以至于他不得不给另一位美军将领 豺狼李奇威让出了位置 与麦克阿瑟这位赫赫有名的五星上将相比 李奇威这位四星上将有些名声不鲜 不过能够将溃不成军的美军重新组织起来 并带领这支队伍逐渐与志愿军形成拉锯局面 由此可见 李奇威的能力还是毋庸置疑的 至于称他为豺狼 则是因为这个人的作战风格和豺狼捕猎非常相似 先紧紧的坠在猎物身后 动起猎物的落点 上去蒙咬一口后 再远远的跟在后面 慢慢的把猎物耗死 而这也正是李奇威所发动的雌性战术的真谛 由于有段时间志愿军不仅困难 所以李奇威的战术方法给志愿军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甚至有不少人直言他是志愿军最大的敌人 可纵使李奇威满怀壮志 面对对不可当的志愿军和足智多谋的彭老总 也只能选择避其锋芒 有关这一点 从两人的首次交锋汉城战役中就可见一断 在取得前两次战役的胜利后 彭老总将目光转到了南朝鲜首都汉城上 他知道只要能攻占这座城市 不仅可以大幅度提升中朝军队的士气 还能给联合国军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于是1950年12月31日 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正式打响 在彭老总将目光盯上汉城的同时 李奇威同样也意识到了汉城的重要性 为了守住汉城 他指挥联合国军与南韩军队组成数道防线 准备一次来抵挡志愿军的进攻 但信心满满的李奇威却没想到 志愿军很快就攻破了 由南韩军队驻守的汉城又一防线 李奇威虽然万般不愿 但也只能组织撤离 可撤退之余 李奇威却乘坐吉普车来到了韩军基地 妄图将那些溃散的战事给组织起来 为美军撤离殿后 可是等他抵达韩军阵地后才发现 垂头丧气的南韩士兵早就没有了抵抗的意志 哪怕是李奇威开枪震慑 阵地里的南韩士兵也只是微微愣神 然后就继续坐着车子回逃 看到这一幕的李奇威 只得兴兴地带着人回到房间收拾行李 准备跟随第八级团军一同撤离 可是收拾完东西后 李奇威觉得自己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就走了 于是沉思一番过后 他从包里抽出了一件睡衣 将睡衣给钉在了墙上 并且还在睡衣上写上了这样一句话 美军第八级团军李奇威向中国彭德怀司令致敬 副手曾经问过李奇威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李奇威只是摇头轻叹 或许只有中国司令员能看懂这句话 紧接着就沉默地坐着几股车离开 短短半小时后 志愿军就打到了这里 志愿军士兵看到这份礼物后 将消息上报很快就传到了彭老总那里 当彭老总知道李奇威写了什么之后 不禁皱了皱眉头 他敏锐地意识到 这个叫做李奇威的降临比麦克阿瑟更加难产 原先彭老总是有着乘胜追击的打算的 毕竟此时正是扩大战果的最佳时机 可是看到这句话后 彭老总却质疑了 最终他下了一个令所有人都不解的决定 停止追击 得到这个消息后 司令部的参谋 还有前线的将领们都不理解 彭老总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不过虽然心中有疑虑 但从彭老总之前做出的决定来看 他们觉得这次他肯定有别的打算 可北朝鲜和苏联方面 却不愿意将这件事情一里带过 由此还闹出了一阵不小的纠纷 在彭老总下令全军停止追击后不久 金日成就打来了电话 询问彭老总为何不乘胜追击 尽快结束战争 彭老总在沉吟之后才与金日成解释道 部队连续作战 战士们的体力已经达到极限 如果继续追击 不仅很难扩大战果 还很容易被对方伏击反攻 彭老总耐心解释 朝鲜领袖金日成却听不下去 在得知一举将美军击溃的想法不切实际之后 他又开始劝说彭老总缓缓推进 能多占领一些地方是一些地方 最终还是遭到了彭老总的拒绝 刚挂掉金日成的电话没多久 苏联军事顾问拉佐瓦耶夫 又来到了彭老总的房间里 他认真地与彭老总说的 当年在卫国战争中 德国占领了我们苏联大片领土 差点直接将我们轻覆 后来正是借着一场战役的胜利 我们展开反攻 利用武武的士气一路攻到活林 最终击败了德国 这难道不是最好的例子吗 士气就是士兵最好的武器 您为什么要下令停止追击 听到这番话 彭老总不经不孝 苏联当时的确利用这种方法 打败了德国 但是这种情况套用到朝鲜战场上 却不适用 要知道苏联在打卫国战争的时候 是本土作战 有着源源不断的后勤不及 可是志愿军的后勤上 暂时还跟不上 战线又拉得如此长 此时战胜追击 简直是在拿数十万士兵的生命冒险 另外志愿军虽然连番获胜 但还没有伤到美军根本 而华盛顿那边 预计又将补充四个师的力量 彭老总察觉到这场战争 在短期内无法结束 因此自然要让军队好好休整 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彭老总耐心的向苏联军事部门 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但是拉索瓦耶夫却持不同观点 两人直到最后 也没有商量出同一结果 他甚至直言 哪有打了胜仗不追击敌人 哪有这样的司令官 在离开彭老总迎仗的时候 还怒气冲冲的冲着彭老总 表示自己要告到斯大林那里去 拉索瓦耶夫说到做的 很快两份报告 就出现在了毛主席的桌上 一份是彭老总对战场情况的评述 至于另一份则是 拉索瓦耶夫和金日成的告状书 类似的告状书 在斯大林的书上也有一份 很明显拉索瓦耶夫和金日成 是想通过这种两面施压的方式 或使彭老总曲谱 对逃窜的美军展开追击 可是令拉索瓦耶夫和金日成 没想到的是 告状书虽然递了上去 得到的结果 却和他们预期中完全不同 在成胜追击这件事情上 毛主席向来是敢于人先的 有关这一点 从他写下的一将圣勇追求 够不可不明学霸王中 就能看得出来 从这个角度来看 毛主席应当只是彭老总 展开追击 然而像毛主席和彭老总 这样的顶级军事家 对待战争 向来有一套灵活的看法 毛主席将指挥权交给了彭老总 自然就会支持彭老总的决定 不会干涉他的战争角色 于是毛主席在回复彭老总的时候 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方也有自己的顾虑 不能展开追击 如果朝鲜和苏联方面 一定要展开追击 可以自己上 看到这段话后 彭老总会心意笑 而拉索瓦耶夫和金日成 得知毛主席是这个态度 也指的哑口无言 毛主席选择支持彭老总 这并不奇怪 令人惊奇的是 在这件事上 斯大林也持有相同态度 他甚至直接回电 斥责了拉索瓦耶夫 彭德怀是久经考验的指挥员 他指挥志愿军 打败了世界上 最强大的美军军队 毫无疑异 真理在彭德怀同志这一点 今后要一切听彭的指挥 没过多久 拉索瓦耶夫就被调回了苏联 而金日成也绝口不再提 要彭老总追击美军的事情 而事实证明 彭老总等人的角色是无比正确 李奇威在撤退的时候 就做好了反击的打算 他在汉城以南布置了一条防御线 如果志愿军贸然追击到这里 那么很可能会遭到 重火力的覆盖性打击 实际上 正是因为取得前三次战役的胜利后 志愿军及时得到休整 后来在与李奇威的作战中 志愿军才能不落于下风 要知道李奇威是相当敏锐的 在与志愿军作战不久 就总结出了志愿军的 礼拜攻势和月圆攻势 掐着志愿军后勤不及 跟不上的致命弱点 创造了雌性战术 与志愿军展开了对拼 麦克阿瑟被志愿军杀得丢灰器甲 节节败退 李奇威却能咬住志愿军 那从这这方面 是不是说李奇威就要比麦克阿瑟 强上很多呢 答案还真不是 有关这一点 我们可以从结果和手段两方面 做出判断 从结果上看 李奇威率领联合国军与志愿军 在朝鲜战场上进入拉锯局面 从表面上看 使他挽回了美军颓势 可是从深层来看 他并没有给联合国军或者美国带来实际上的好处 反而将美国逐渐拉入了战争泥潭之中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国民对于李奇威印象并不好 从手段上看 李奇威所采取的手段也是不光彩的 为了尽快取得战争的胜利 在朝鲜战争的过程中 李奇威曾经采用过细菌武器 这为各国所不知 虽然在这件事情上 联合国军一直持否认泰 但是根据我国从战场上采集到的昆虫样本 以及事后化验结果来看 美军在战场上至少投放了火轮 伤寒 数一等平均 除此之外 在李奇威的经历中 还曾经有过虐待和杀害俘虏的记录 在朝鲜战争进程中 美军俘获志愿军后 曾经集中管理 并对其集中展开过策反指不过 最终成果却不太明显 当数千名志愿军展开反抗之时 李奇威虐待 杀害俘虏的志愿军士兵累计在两千人以上 从上述事件中我们不难看得出来 李奇威或许有一定的军事素养 但是根本称不上什么优秀的将军 与迈克阿瑟最多也就在伯仲之间 毕竟这份气量和底线属实令人诟病 反观彭老总 不仅打起仗来堂皇正气 而且胜不骄 败不难 军事谋略无双 这才是令人称道的顶级军事家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本期视频的可以点个关注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更多的历史知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